大哥他們今天 我說不太公正 就是他們覺得公民進去出來了 他們要有 他們要拿到他們的東西 但是我們感覺是說 他們要買不到 我們已經付出來了 他們也拿到 要賣幣給他們去做完成這個交易點 就是 從爸爸到那邊 然後你爸爸給我一個錢包 我打過去了 然後他公司他 他都不能打 人民幣 他就連續不上了 三民第一分局長民派出所園警 於6月22日23時許 獲報三民區建國山路某大樓內發生糾紛 園警立即趕往現場 發現城南帶著新台幣262萬 前往指定處所 欲兌換成人民幣 結果交易不成 報警協助 園警到場了解 覺得事情不單純 當場將仲介 嚴女 及虛擬貨幣商賣男代盤所偵辦 現場查過金額新台幣262萬元 僅了解 嚴女介紹 以兌換虛擬貨幣方式交易 交易過程中 因貨幣商菜男 發現自己損失9萬顆泰達幣 因而報警處理 故警方將嚴女及賣男二人代盤所 訊後全案依詐欺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此外遍 操入授蓬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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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